而在台东空情队又出任务了 兰宇地区的一名男子因为车祸 导致右小腿开放性骨折 兰宇卫生所申请后送返台就医 空情队立刻派出了空情机执行任务 成功将男子运回台湾进行后续的治疗 空情队人员协助将车祸骨折的 占星男子送上直升机 准备运回本岛进行治疗 空情队台东风年机场驻地勤务第三大队第三队 7日晚间6点10分 接获勤务中心通报 在兰宇地区有一名是15年次的占星男子 发生了严重车祸 导致右腿开放性骨折 兰宇当地卫生所在评估后申请空情后送 而空情队立即出动编号NA704号直升机 执行任务 6点40分时自台东机场起飞定向兰宇 抵达兰宇后搭载了伤患议员以及病患家属议员合计两名成员后 沿着沿航路折返回台东风年机场 并在晚间8点10分时降落 并将占星男子交由地面的救护人员 转送至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成功完成了本次的任务 记者陈静玲来云香报道